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伊德台洋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徵香煲》 和三台《西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情經濟氾濫炒的訊息傳人出去 最近在英國、美國的報紙 其實有一宗案件是很轟動的 不是牽涉到一個政要 而是一種奇情樸索迷來的事 話說有一位女人 假如你有一位女士 她的容貌也算是絕色 是加拿大人 是,婦婆娘也明白 婦太,美太 婦太 婦太,美太 叫做加斯敏女士 她今年32歲 嫁給了一位好老公 叫做安德魯·埃什克夫 就是一個叫阿什克羅夫特家族 她的老爺叫Michael 埃什克夫 在英國上有個字叫law 埃什克夫 大家可以知道當然是地位顯赫 而這個law 埃什克夫不是普通的地位顯赫 他是在加勒比海小島 整個家族是有權勢滔天的一種情況 而且他嫁給了這位老公之後 他的老爺也在島上給一個度假村 他們打色是度假村 真是所謂美貌智慧與一個好夫勢 人生勝利組 簡直是 但是 簡直是 智慧這件事要保持住了 可能是沒什麼的 那也可能是 我看他的老爺也有特朗普的女兒那種 那種味道 人生勝利組 老爺說是英國前100億富豪 就是前100億富豪之一 根本是毫無懸念的 但是一個所謂什麼都有的女人 竟然是在他們的加勒比海 這個度假勝地等等的地方 照計是過了憂災猶災的生活 是啊 憂災猶災不應該有什麼事 竟然跟一個南警官 當地一個很肥 很高大的當地住民的南警官私會 還要在海邊喝酒 喝喝一下 喝了幾個小時 然後突然間 百氣聲 倒了那個南警官 那個南警官 跟他的頭開了花 哇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首先要知道 當天晚上 這件事就是在那個 度假村的叫做 通常的度假村有個碼頭 兩個人就在碼頭上 以至案發現場在碼頭那裡發生 然後百氣聲 南警官也低了 他嚇到呆了回家全身血 然後當然馬上被人逮捕 現在在告的是他在誤殺罪 當他去完誤殺罪之後 立刻就唯有帶他去監獄 那個監獄 就是他是在這個叫做加勒比海的百利支那裡 這個百利支的地方原本就叫做英屬洪都拉斯 這個犯罪率根據來說都比較偏高的 由此可知 那個監獄當然是不是一個好地方 是不是 被人稱為人間煉獄 變成唯一一位白人的女囚犯 被這個幫派成員暴力罪犯包圍 那當然哪裡有人敢動他 就作死了 不過說一下 說回剛才不知道為什麼 給他開花的那位是南警官 那個南警官身形頗為壯錫 而且都是瘋肥那類的 應該算是 就是南警官那個樣子 那條士啤胎都應該有一兩條的 就是掉了下海是浮上來的那種 他這個南警官屋都有加塞的人 已經有五個小朋友的了 另外這位傅太也有兩個小朋友的 是很奇怪的 就是以這位傅太就沒有理由 會選這種南警官的 如果有虎 就是一個好奇 真是匪夷所知 一個普通的警官 是一個 就是達利支並不是一些很富裕的地方 富裕的國家 中美洲的國家 普通的南警官收入相信也有限 再加上他家裏那麼多小朋友要養 有加塞的南警官 竟然會和一個闊太 師匯是夜間師匯 師匯還在海邊散步喝酒 喂 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做過呢 還有為什麼兩個階層這麼懸殊的人 會走在一起呢 事情就是 你這個南警官很明顯是認識這個闊太 而這個闊太也認識他 是嗎 是 沒錯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當然是進入司法階段 但是不停的有消息露出來的 首先這位南警官 她是當警察了二十多年了 今年是四十二歲 她整個家族都有人當警察的 她的大姐姐 今年五十五歲 她是這個警界的主任 就是助理主任 就是super intendant 就是挺高級的 她的戲當然是不順 她就說我弟弟當差二十四年 一向都是top cop在當地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會被人倒塌的 這樣說 因為她被人的倒塌就是 那一堆東西是從她的喉嚨進去 所以就好像是 不是正常的做法這樣做 是好像被人特地倒塌的一樣 而根據現在說的 宋審的時候 這位闊太太 就改了三次不同的說法 第一個首先就是說 她首先根據現在透露出來 第一個說詞 我跟她 我跟這位警察 聊聊聊天的時候 因為他們在碼頭 突然間有隻船經過 遠遠的一聲 暗傷了她 在那隻船那裡倒塌 這麼說 奇怪 是啊 但是 沒有理由 如果沒有這個 forensic science 那些 就應該是過到骨 但是 後來種種證詞 就跟她說說 看來都是你做的 於是唯有轉 就說 其實呢 那時候 我只是想跟這位警官做按摩 按摩 按下按一點 按個開花的頭 是啊 當做按摩 突然間這位警官 就把她的槍交給她 他就拿起一支枪,然后走火 迫穿了 问题就是这支是有保险的 没那么容易走火 而根据第三种传言的说法 有三个不同的说法 三个不同的传媒有三个不同的说法 之后就是说被人逼得他痴险 就说承认了是我不小心的 然后把他扔到咸水海 因为这位警官誓死要控告我 身上有胡椒粉 这样说 所以就搞定他 而江地有人 现在是中雪昏雲 说最后那个是美国传媒报出来的 但是英国传媒报出来 就是说 我们说过她的姐姐 这位警官的姐姐 就是一个 都是警方 她就在说 我现在不方便透露任何东西 但是绝对不应该这样发生 所有的事情是 怎样说 这件事不能够因为她的社 她的家里的地位而走生她 这样说 就是要做实她的了 总之 我要为我儿子 我不是我儿子报仇 那种态度 是的 而根据有当地警方透露 这个警员和阔太 发生事件的时候 两个人正在社交 所以两个人是认识的 是认识的 可能就 首先阔太 就请警员去她的公寓那里 两个人喝酒 聊了很久 之后出门散步 而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 当时她们穿了衣服的 是这样说 其实这个热带度假小岛 就实施了宵禁 因为是19 但是两个人仍然在码头 在那喝酒 聊天 其实当时 这位阔太在身上 被人抓的时候 仍然是有胡椒粉在身上 即使她被人抓 所以可以看到她 她说月百元人 应该不是要洗衣服吗 但是她都忘了自己洗衣服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暂时是未知的 但是 现在根据说 如果她是承认 是误伤的 她顶拢呢 如果她是承认她是误伤她的 就是可以罚超过2万美元 然后再去其他比较轻聚的 可能到时候就换营 都还没有 咦 还有天理 是不是 为什么还有天理 她老爷很有钱 有钱就是有天理 是的 到底她老爷是多有钱呢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她这个家族 Eshkov家族 她老爷是有钱 但是她的太爷 原本就是殖民地官员 就是在英国的殖民地那里做的 殖民地部那里做 以前呢 就是被分发去 现在一个白利支的小岛 当时是叫做 英属洪都拉斯的地方那里做的 那她老爷小小在那里长大 英国出生在那里长大 然后回去英国读书 很有钱 就走了去一些烟草公司那里做事 那做到差不多了 就走出来搂 后来就投资 回到百利支那里做 慢慢经营 就开始富可敌国 这位老爷呢 就专门去经营一些 避税天堂的事 在那里 拥有一间银行 曾经拥有过一间银行 电话公司 电视公司 行业 并且有一个特别的商业登记处 就专门和人做避税天堂做的事 所以是非常非常有钱的 而她在当地 她老爷在当地 也都是十九流行那时候 是不停地捐钱的 有空没什么做 就捐钱给当地警方 根据以致 这件事发生之前 都捐了三十多万去警察局 就说我帮你起个健身 当这个十九流行那时候 她就捐了六万英镑 六万英镑 对不起 六万英镑 就交给当地的警方 就说你们买多些个人保护装备 所以呢 就非常 就是当地是一等一的顶级公民 就是名门望族 那她的律师 就是她现在帮她打官司的那个律师 是说这一个家族 基本上是当地的 就是怎么说 是当地的豪门中的豪门 她拥有的金钱 是等于整个白利兹的国库 可以知道是多瘋 大家可以想象 所谓富可敌国就是这个 你这个国家本身就不是很富有的 是的 那在2005年的传记里面 这位Law Escoff 就是说我在白利兹那里 是走过一些税行三十年了 她自己都不畏然的 就是英国你吹我仗吗 那当然没有人会不会出声的 那就是走了三十年税 那如果大家就这么看 其他那些就说她只有二十几万美金身家 就是以至可以找到 那大家知道 是二十几万 是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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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有这么少的 我相信 这些人告诉政府 我有二十几万 就是实际上 就不止二十几万 这个是公开的 公开估计的约数 找到的是二十几万 应该这么说 二十几万身家是找到的 找不到的 当然是没有人会知道 他的淨资产是多到这样 所以是应该脱身的 但是对于 现在对于这件事发生 他老爷和老公 都是没有留言 但是他老爷现在只是传出了一句 这个女人和我的儿子 是否正式结婚 就是说一句 原来都没有安全 没有安全底本类 那怎么办呢 啊 真的 那打掉呢 就一定是打掉的 因为他身边 就是整个国家 那些政要呢 都是跟他有拉有能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进到 就是进应该会进到 但是到最后应该是给两批东西 然后呢 就是走去一些 轻一点的court那里 就是说 就是要求求其其 说 哦 你是这样啊 哦 你误伤了他 你误伤了他 就算了 那样 就去一些hand court那里 那打完他 那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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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生他 这种情况 是会 可能会发生的 可能 因为当地呢 其实的犯罪率 是比较高 那 而 就是当然啦 那个 受害人的家属 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 不过 想象一下 一定有办法搞定 有的是钱而已 而且呢 他 他这一个 是不停的捐钱给警察 警察是故意 将一个叫做 Outstanding Citizen Award 交给他老爷 那很多人当然是批评 你老爷大把水 怎麽怎麽 那连当地政府 和警察部都说 塌人的那个是媳妇 未过门的媳妇 不关他老爷的事 不要胡说 那就没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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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这位媳妇 怎麽会落祸呢 等等呢 现在是一个不迷 相信 到最后 慢慢希望 可以查个水落石 究竟他和这个 还死者的公道 怎会 真是很拗头 没什麽理由 怎会和一个 又 又 身形颇为庞大的 而且 大家的阶层 距离这麽懸殊的 竟然 倾锁 几个小时之余 还要出现一宗 这样的命案 实在奇 乖 当然 很多人 直指这个媳妇 就有胡椒粉 那这样 就不得而知 记住 他们是穿着衣服的 穿着衣服都可以 不得而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好吧 我们说到这裏 回来再会讲其他的事情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